台湾艺人袁爱飞之前在电视剧中扮演郭雪芙的闺蜜 因为她饰演的角色性格霸气又可爱 而稀粉无数人气极深 当然也有不少工作找上门了 不过这天袁爱飞出席活动时就透露 最近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令她无奈延后了不少工作安排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多多少少就有影响了 是有两个原本要出国工作的活动 可能就往后这样 但是有下半年的情细其实还是有在谈 那会希望就是大家平平安安的 然后希望疫情早点结束这样 会不会影响工作形成 因为就变成说时间可能会往后延 但是其实都还是一直有在洽谈 那就是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我们就可以早点开工了 虽然不少工作受影响 但变相就令袁爱飞和老公多了二人世界的时间 袁爱飞去年二月和圈外男友结婚 做了人妻一年多 不知道她有没有生育计划呢 对 那你家里新增的成员有闹 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 但如果有这个打算的话 因为依照我的个性我是一定会跟大家说的 对 绝对会开诚布公的跟大家讲 袁爱飞早前为了改善体制 开始吃素控制饮食 所以她在厨艺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所以我真正的那个拿手的地方是调味 或是用一些香料让这食物变得很美味 那是用哪一道菜卤过了老鱼呢 我其实每一道菜老鱼都会扫台 然后最近她觉得非常好吃的是那个炒鲜菇 然后毛豆意大利面 然后我的油呢 有先用那个花椒先爆香过 所以她就是又会有一些花椒的麻跟辣椒的辣 然后她非常满意大概两分钟扫台吧